但是我既然有聽到聲音說 要呼籲NCC介入數位媒體 我觉得真的是无怨佛戒吗 难道我们真正有一个发声的平台都没有吗 对 今天是新闻台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们的心情都还是很沉重 虽然说等一下我们还有节目要录影 那也许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节目上 会有一些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嘻嘻哈哈 可是实际上大家来录影你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 新闻台的执照有没有过 或是新闻台被关台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是说为什么一个正常在运作 站在监督政府这个角度的一个新闻台 我们不是娱乐台 我们也不是众和台 我们是新闻台 新闻台本来就有监督政府 今天不管政府是谁 是蓝的也好 绿的也好 其实我们身为媒体 一定都有监督的这个角色跟定位在 但是却被政府 无限制扩张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去决定了一个新闻台的未来的走向 这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我想问的事情说 以后谁来监督政府 坦白讲 这段时期包括三倍卷的事情 包括萊豬的事情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中天新闻台 是秉执着一个非常中立 而且客观的角度 在谈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去 也甚至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给政府 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位的 就是站在反对立场去骂 并不是这样 如果有仔细去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所有中天新闻所做的节目 都是站在一个好像反对 但是却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的一个方向 甚至告诉大家 外面其他政府怎么做的 但是这个声音并不讨好也不讨喜 我觉得中天新闻错错在哪里 没有拍政府的麻痹 错错在哪里 你没有去讲政府想要听的话 错错在哪里 你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中天新闻 真正错的地方 那你觉得就是政治力介入的问题吗 那就是说你看 就是你刚刚说到的 就是声音 政府听不进去 你这么办 基本上 我觉得 从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都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明有 明智 明想 然后呢 政府是人民的公仆 这件事情 小时候我们读公民 如果我今天反过来写 我一定被扣分 我一定拿不到成绩 可是 你去看看现在 我要怎么告诉我的下一代说 明有 明智 明想 明不有 明不智 明不想 再来我要怎么告诉我的下一代说 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 你不要傻 你不要笨了 政府就是他说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他想听什么 你就要讲什么 我们以后怎么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什么叫言论自由 我们要怎么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说 以后你要讲话要小心 你在家里 父母 你讲父母不爱听 你不可以讲 在学校老师不爱听 你不可以讲 你出了社会 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看到 你也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 不喜欢听的人 听到了 你会倒大美 不晓得 我要怎么去跟我的下一代 去讨论 沟通这个事情 我为我的下一代也感到担忧 那你刚刚想到言论自由 其实他是一种人权 昨天是国际人权 昨天是国际人权 今天关掉一个新闻 你会觉得很讽刺 非常非常讽刺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中天新闻 它就是要找 就是社会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好 你关52台 你关不掉中天新闻 所以我们有YT 大家要订阅 对不对 按赞 然后这个开启小铃铛 但是我既然有听到声音说 要呼吁NCC介入数位媒体 我觉得真的是无怨佛戒吗 难道我们真正有一个发生的平台都没有吗 那我也呼吁啊 这个全台湾的同胞 我们一起来这个订阅中天新闻 不是两百万 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 通通把它定起来 以后我们就看中天新闻 所有的新闻 真正监督的力量 正义的力量 还有我们讲 国际人权真正会帮 人民思考跟发生的媒体在哪里 我们以后就看着 那最后我们再提到说 最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转往新媒体的部分 那你会对新媒体有点去积蓄 而且说现在有这么多民众 就是来到现场 要怎么样子呼吁民众来 支持 当然第一个 我觉得民众的力量是支持 民众的支持是对中天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是第一个 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订阅之外 中天千万不要忘了 他在这个社会所扮演非常重要的 正义以及公理的角色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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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